首先覺得很榮幸 因為可以參與到廉政公署的製作 其實很歷史悠久 由1976年開始已經有拍攝這個劇 所以今次真的可以自己參與到 我覺得是挺幸運 亦都很感恩 其實過小時內我們都有跟廉政公署的Madam 一起合作整件事 尤其是在故事發展到我們要去上門去逮捕時 究竟廉政專員他們會怎樣去進行逮捕 他們會說些甚麼 他們遞介一個人的時候他們說話的方式會怎樣呢 這些都是除了劇本先內 他們在現場跟廉政專員的Madam透過他們教我們幫我們 特別是在一些用英文再去翻譯變成中文的一些詞彙 那些是不錯的 這就是很考驗現場的咬字清晰度 又要做戲 這也是一個挺難得的經驗